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林更新冒雨上晚课,或老师夸赞出勤率很高,依附价格被八太接地气。 每次听说哪个明星去读书,总难免让人感叹,这么大年纪了,还回来读书干嘛? 是没工作?没钱?还是空虚了? 林更新,这位曾红遍大江南北的演员,今年36岁,却选择在事业上升期奔赴上海戏剧学院,成为一名博士生。 没错,一个许多人已经在职场安定。考虑退休储蓄的年纪,他又背上书包走进了校园。 这是一传开,网友们的讨论炸了。天天跑剧组一个戏接一个戏累不累? 放着好好当明星不做,非得回来啃书本。既然大家如此好奇,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,林更新到底在想什么? 林更新的演艺事业开始得很顺利。早在2011年,他凭借《步步惊心》里的《十四阿哥一角》迅速走红,并一路稳步发展。 就在最近,林更新因出演《玫瑰》的故事中的方邪文,再度迎来事业高峰。 剧迷和粉丝们纷纷催他快点接新戏,可谁能想到,这位曾经凭颜值和实力圈粉无数的演员,突然选择了暂时告别片场,重新走进校园。 有人说娱乐圈的演员不是缺戏,而是缺好戏。归根结底,林更新自己也不是人云亦云的随波逐流者。 他不仅仅是想把演员当成工作来看待,还是想精益求精,玩出点不一样的花样。 其实,这才符合许多人对他的印象随性,可不随便。他不急于积累过多无谓的成就。 而是想通过不断学习,让自己成为更好的演员。 这一步之遥的选择,还是藏着他对自我提升的渴望。 再说,在如今的社会,谁又说演员不该念书呢? 尽管年纪不小,但林更新却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,他依然能在艺术世界和校园生活之间顺畅切换。 这个秋天,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生,一边拍戏,一边走在去上课的路上。 而他的粉丝们倒也没歇着,天天催他什么时候进组,快拍新剧,可林狗粉丝对他的昵称倒是格外淡定。 他,回对的也毫不客气,没有好剧本,拍什么。 这种直接的风格并没有让粉丝感到不满。 反而吸引了更多粉丝点赞,他的幽默与真实成了大家热捧的原因之一。 别以为他进校园只是走个过场,摆拍几张读书日常就完事儿了。 他在学校里的时间安排可是满满当当。 上晚课,写作业,定期交总结,生活节奏跟高中生差不多。 一位老师调侃他。出秦率比那些小年轻的本科生还高。 这话让人不由的佩服,明星看似光鲜,背后也许比谁都要认真。 你想想,多少当红艺人每天忙着街商演,攒热度,哪里还顾得上校园生活。 灵更新这般专心,确实有点憨直的劲。 偶遇这位新进博士生的同学们又是怎么发现他的呢? 11月的某个雨夜,一场上玩大课的自拍照引爆了微博。 学生们满脸兴奋,纷纷晒出和灵更新的合影。 这位全素颜出镜的明星,靠着男大一眉的亲和力。 融入了校园,笑容没有一丝架子,仿佛于普通学生没两样。 穿着一件一百多块的少年款卫衣。 哪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? 通过这些小事,看得出灵更新是真心享受当下的校园时光,没有刻意伪装,更没有做作炫耀。 粉丝虽渴望他赶紧拍戏,但灵更新表现得更为冷静。 他的一次次选择,展现了他对待演艺事业的独特态度。 娱乐圈流量更新快,想跟上步伐总得全力以赴,可灵更新似乎并不在意这些, 他并没有盲目接戏,拼流量。 而是停下脚步规划自己。 照他的话来说,没有好剧本,就不去演。 对他来说,演戏不只是工作,而是艺术和职业尊严,他始终在权衡更多的可能性。 曾经的他也上过大火的综艺节目,比如在《快乐大本营》和《奔跑拔兄弟》中。 他贡献了不少笑点,成为经典的搞笑担当。 也许在许多观众眼里,搞笑的艺人就该继续综艺路线。 但林更新没那样做。 你发现没? 他很早就隐身,很少出现这样迎合大众的场合了。 从娱乐综艺的高频曝光到今天的沉淀式选择,他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定位调整。 这种掌握节奏。 拒绝跟风的做法,显露出他的清醒。 而且,他通过博士学习可能会探索出更多戏剧表演的新维度。 也许将来他会带来更多有厚度的作品。 林更新不仅工作态度稳妥,生活方式也让人感到惊讶。 虽然作用千万粉丝,但他的生活非常接地气。 甚至可以说毫不贵气。 比如他的穿着,他曾被拍到身穿百来快的卫衣搭配街头风的帽子走在校园。 毫无豪华品牌烘托的明星光环,但依然保持风度,以自己的帅性和自然引起热烈讨论。 经济自由如此丰厚,却过得比普通人还要随性,这种不急不躁的心态,正是他享受生活的方式。 林更新从来没有把自己困在颜值偶像或流量明星的框架里。 他曾在多次接受采访时提到,演戏不过是一份职业,我私底下也就是个普通人。 没错,林更新把明星看得比普通人要平凡得多。 他没有把焦点放在炒作噱头,靠绯闻上位,而是更愿意以一种极其放松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。 用自我消化这些大起大落的经历。 这种生活态度符合大多数人对生活的期望,自由洒脱。 但更重要的是,他选择不被社会和外界评价束缚。 林更新的故事告诉我们,演员只是林更新人生中的一个身份,他的世界同样可以多样化。 回到校园,其实并不是为了拿学历镀金,而是为了更从容的生活选择。 他让我们看到了人生不止一面,无论是演员,还是学生,他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条路。 这位在镜头前游刃有余,在校园里如鱼得水的大男生让我们知道,别让外部压力左右自己。 只要保持真实的自我,人生的精彩由我们自己书写。 在校园里如鱼得水的大男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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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名的私人就是在校园里如鱼得水的大男生。